今天好 請問現場 我是阿關 關我什麼事 投資大小事 關我什麼事 理財新趨勢 指數在今天大漲 所以快速看一下指數 在今天是大漲 兩百零六點 收在一萬七千四百一十六點 成交量有三千三百七十九億 很多人摩拳擦漲 月預示到底能不能買股票呢 我們從日K線角度來看 十月份以來大漲了一千四百點 前波的高點在一七四六三 只差四十七點 就差臨門一角了 而這一角會有誰踢出去呢 我們先來看會有台積電嗎 因為外資出現了認錯行情 認錯連五買 台積電在今天來到五八五 再創四個月新高 會由AI來領軍嗎 因為AVIDIA馬上裡面 三項公布財報 大家都壓保力多 所以偽創和技嘉創下季月新高 會有低級期的股票來擔當主角嗎 PCB在今天人氣搶搶棍 新興滑通創下波段新高 而這一波能夠一路往上攻堅的 關鍵在熱錢 所以我們來看到 我們先來看 在股市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台股創下了七個月的新高 日股創下了三十三年新高 只有在今天出現小幅度的壓回 而刀仲是創下了三個月的新高 那達克也創下了三個月新高 由熱錢所推動的行情 現在持續在發酵 所以我們來看到新臺幣 臺幣在今天五盤 昨天爆升了一點九八角 在今天再強升二點二三角 熱錢行情要來了嗎 趕快為您介紹 臺股大師杜金龍 各位觀眾大家好 金文培訓協會理事長林昌昕 大家好 邀請到資人分析師 豐開平 大家好 邀請到萬保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財經專家賴先生 憲哥 大家好 資人分析師 連錢吻阿文三 大家好 熱錢行情要來了嗎 昌昕 對 我覺得是 因為現在的資金等於是 源源不像的湧入 大家都說到底這一波在漲什麼 就簡單了嘛 就漲新臺幣 漲熱錢 漲外資 我們來看 熱錢狂擁 匯率連六升 不算今天連六升 今天第七升 不算今天連六升 所以新臺幣成為最強亞幣 昨天爆升一點九八角 今天再升超過兩角 外資從上週就開始狂補 已經回補了超過一千兩百億 在今年已經開始轉為買超了 那不只是臺股 日進二五指數 也攻上了三十三年來的新高 日本的晶片股 再創歷史新高 我們不得不說 巴爺爺真厲害 因為巴菲特在三年前 就已經超前部署了日股 那麼這一波真的讓他賺翻了 我覺得現在是這樣子 現在等於是說 大家如果還記得一個月以前 一個月以前大家覺得 哇 公債殖利率在往上飆 所以股會雙 股會債 等於都在拋貨 可是公債殖利率開始往下降之後 外資什麼樣 強迫回補 那這個強迫回補是怎麼樣 美元一轉落 哇 那大家不要美元了 換成亞洲的貨幣 一換成亞洲貨幣怎麼樣 趕快來買股票 所以臺股 臺幣雙雙連續大升值 所以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包含 新台幣十一月升了三個百分點 韓環也升了四點七趴 日元呢 十一月也有升 升了二點六六趴 人民幣呢 十一月升了二點四三趴 不過 亞幣最強的就是新台幣了 對 我想臺幣是很強 而且各位看到 其實那邊的黑K就是一直升 連續大幅升值 包含到今天已經連續升 表示怎麼樣 這邊的錢進來是怎麼樣 有買股票 你看韓環雖然升幅不永多 他還是比較震盪的 我們是一路強升 所以我們才說他是最強亞幣 等於是上個禮拜你看三十二點多 這一禮拜已經接近三十一點五以下了 所以表示這一波的外資是怎麼樣 其實是全力回補亞洲的市場包含台股 大家看到右邊這兩個 右邊這兩個 其實大家剛才可以看到 人民幣跟所謂的日元本來也很弱 所以說怎麼樣 整個資金都往什麼 往亞洲來做賣進 好 那回補台灣呢 我們先看台灣 台灣當然指標股就是台積電 對 沒錯 外資如果要回補 一定先買台積電 所以我們來看台積電 台積電十一月以來呢 漲了十點二% 外資連十三買 總共買了各是百千萬十萬 十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張 對 所以說其實大家知道很重要的重點 其實外資這一波 等於是 我覺得是美戶期啦 來不及上車 為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 從台積電賣轉買那一天 整個盤就拉上去了 所以現在的外資 他等於是怎麼樣 把今年度本來轉為賣超的部分 現在通通買回來 現在是趕進度了 趕進度 為什麼大家知道 因為十二月 中下旬 外資的放假 所以現在是十一月底對不對 他等於要把前面賣掉的部位 現在趕快買回來 趕快回補 趕快回補 所以現在就等於說 投信 我們之前就知道 投信前一波都沒有賣 外資賣光光 現在等於是怎麼樣 投信吃外資的豆腐 外資怎麼樣 強力回補 拉台股市 不是只有在台股 在日股也有這樣的現象 日股也出現了 外資的強力回補 所以我們來看日股 創下了三十三年來的新高 十一月份以來也漲了八點一% 今年以來漲了二十八% 這裡頭牆中最強的是日本半導體 所以我們都說 其實本來日本本來就是商社比較強 可是這一波半導體 事實上在日本的國家隊加持之下 radius加持之下 整個盤面拉上去 所以現在變成怎麼樣 日本從什麼 從所謂的商社股 轉到半導體的科技股 通通怎麼樣往上拉 但是其中最厲害的人 我敢說應該是巴菲特 為什麼 因為巴菲特今年屢次加碼日股 而且加了好多次 為什麼我們說日本在巴菲特這麼厲害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通常如果我們投資人去投資日股 有時候會賺了股價 或是很多人投資日本房地產 賺了房價 賠了會差 可是播客下發行了日本債券 阿關你知道這一步多厲害 因為他知道日圓會扁 所以我發行日圓債券 對不起 我不用拿美元去換 我直接跟日本人借錢 然後我拿了日幣之後 再來買日股就好了 而且日本的利率是最低 日圓是零利率接近負利率 你自己都說沒有成本 等同零成本 因為那利率低得不得了 我就跟市場借錢 拿市場的錢來賺第一個 就五搭商社 每一年至少配股配息 有五趴他自己說的 所以五趴已經先賺到口袋 然後我們再來看資本市場也展翻了 王虹漲了三點五倍 三井育物產漲了二點六倍 三林商市漲了二點六倍 駐友商市漲了二點五倍 伊藤商中市 伊藤中商市漲了一點五七倍 所以他的 左口袋賺股息 右口袋賺股價 他等於是四邊都 賣行本 又沒有賠到會差 又賺股息 然後再賺什麼 再賺價差 所以等於是大獲全勝 而且他今年是怎麼樣 說怎樣 我要長期持有 意思就是說 漲這麼多 大家知道巴菲的最厲害就是說 如果這個趨勢沒有改變 他的獲利繼續加碼 繼續持有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聽到這裡 我現在不是說 趕快學巴菲來加碼 不是 大家來看到其實我們臺灣有出生 臺灣其實有日經的相關ETF 我們往下來看 下一頁我們來看 包括富邦日本 00645 對 元大日經 這是國泰日經225 日本是東正的ETF 他等於是怎麼樣 有避開日元的匯率的避險 所以說怎麼樣 他這個 他等於有放空日幣來避險 所以都才有二十幾趴的漲幅 而且最重要的概念是 其實你應該買黑不海紅 前兩個月 日本跌下來的時候 各位看到 你都有黑K 你不買 現在又準備創高了 我現在想等他跌多一點 結果他也沒跌太多 就上去了 對 所以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的重點就是說 日本現在正夯 所以國內的基金成長率都是什麼 都是兩倍以上 所以去年到今年就是倍數的成長 但是我提醒大家 到這裡也是重點 其實我問過基金基金 他說這裡 你不要再去做日元的強力避險 為什麼 因為日元搞不好貶到底了 貶到底之後就不用強力避險 接下來怎麼樣 日股就有可能什麼 日元開始慢慢升值 好 那我回到一般投資人 對 投資人可能說 我也沒有買月股基金 我也沒有買波克夏 我只有什麼呢 我就去日本玩的時候 在日本消費 算是打折嘛 我們說其實今年度 日本為什麼這麼行 第一個 日本的所謂我們說的通貨性的 所謂我們說的這個 停滯性的 輸入性的通膨 他們其實沒有傷到 為什麼 因為有什麼 外國人來補足 所以台灣 韓國 台灣應該是算 三個月 其實台灣砸了什麼 砸了三百多億 最多就是什麼 觀光支出 食品消費 所以等於怎麼樣 現在日本的經濟 沒有因為通膨而受什麼 受損 反而因為貶值 國人就去消費 我看到最近 換到最低的 上禮拜不是說什麼 林氏幣 為什麼他 窮的只剩下日幣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日幣今年從0.22 貶到上個禮拜最低 0.212 我算過才5% 等於你什麼都沒做 你就又便宜 便宜5% 打了95折 但是拉麵真的越來越貴 對 那聽說 在這個東京 一萬就是一碗 有一萬塊的拉麵 所以說拉麵 也變做M型社會 什麼意思呢 通常日本的拉麵 一碗是一千塊 可是給觀光客吃的 有什麼一萬塊的拉麵 今天我也沒辦法想像 這幾萬塊的拉麵 吃到的空間也是怎麼樣 但是怎麼樣 大牌常常 為什麼 因為觀光客太多 只要有觀光客 有自媒體的加持 所有的什麼 所有的外國人 現在看到通通人家說排隊的 不是韓國人 就是臺灣人 日本人反而在小巷子裡面 吃便宜的拉麵 所以現在的日本的經濟消費 各位要看到 反而是觀光客撐起來的 我認為這個呢 在日圓貶值的同時 日本的經濟呢 就會由觀光客持續的帶動 好 那我們回到新聞來看 這個時候 投資人到底還能不能追呢 因為現在距離前波高點 已經近在咫尺指殺 四十七點了 會不會靜觀情缺呢 但我們可以看到華爾街的大空投 把什麼 把他的避險基金給關閉了 對 華爾街大空投要東眠了 查諾斯宣布要關閉避險基金 而美營美林經理 美營美林經理人呢 說他們加碼債券 而且現在加碼債券 已經創下十四年來的最高 從這兩個訊息得到什麼樣的投資密碼 我覺得其實要跟大家講 我們一開始講這個所謂的亞洲 我現在回到美國 美國現在是這樣子 這個查諾斯 其實他是長期放空 最有名就兩千年安隆案 一放空聲明大噪 當時他的基金規模到達 快加進一百億美金 可是這幾年他最聲明大噪的是 放空特斯拉 他覺得特斯拉沒有那個價值 只有特斯拉大漲 但是他虧很多 虧很多 現在離他最高點的資產 整個基金規模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2.5%左右 虧損了97.5% 為什麼 因為他長期看空 所以他現在怎麼樣 他現在說 我乾脆關門了 我不收雞雞了 因為他是做空為主 所以第一個大家都知道 連做空的最大的空頭 都不做空了 所以表示短期 我只能說短期的四道是很強 但是接下來重點就是說 我們看到 其實包含美國銀行 包含這個 我們看到這些所謂的資金的大局 敲進哪個東西 第一個美國的股票 第二個美國的債券 可是各位要知道 裡面都有 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投資密碼 其實這些大型的投行都說 明年的債券的漲幅 可能會優於股市 那我就跟大家講了 非常有可能是什麼樣 今年的年底 股票先漲一波 那股票基金是不是很高了 債券的基金是不是很低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 股債配置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 債券的配置反而提升了 股票的升幅反而少 為什麼 因為股票現在是在追高 債券是在打底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的美國的明年 有可能怎麼樣 股債兩個都會漲 可是幅度不太一樣 好 我們回到臺股 我們請鳳光幫我們敲一下 臺股的日K線 臺股日K線 在今天大漲 大漲已經B減 我需要縮小一點 B減前波高點17463 現在距離17463 只差了47點了 站在這個位置會不會靜觀情缺 到底還能不能追股票呢 能不能做多追價 大家來投一下票 請舉牌 能不能做多追價 來 現在到底可不可以做多 來 一票 兩票 三票 三票圈 後代有三票 兩票差 保守的有兩票 那憲哥放中間 你放中間是看不到還是怎麼樣 不是 因為空頭死了以後 多頭就開始要殺多 這是漲多了會殺多 但是現在還有很多在低檔的 比如說金融股 金融股來講 你看富邦金國泰金 有夠燒的 根本就八倍 九倍而已 那些會補漲 所以以後是雙金 就是金融跟電子 雙金並行 舉圈的大師我要問一下 來大師 你二歲最大 但是大最大顆 對吧 來 那在這個位置 你還敢強力舉圈呢 因為我以前統計 七次總統選擇行情 平均有四十五天 漲無有二十趴 那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 剛好第十五天 那從十月三十一號低點到 今天盤中的高點 大概漲了九點零二趴 所以還有一個空間 一千四百點不算多了 一般來講你只要 去清洗 對你只要過那個七月三十一號的高點 那我們這個五波段上漲 就會這個第一波漲兩千多點 這第二波單波回檔 這個第三波漲了三千多 那這個第四波回了一千四百八十幾點 那我們今天不是剩下四十幾點 就會收復這個高點 那這個高點上去完以後 大家就去看你往前面 大概只有17770 183 還有就是我們歷史新高 所以在總統選舉前 理論上立委跟總統登記的話 這邊今天有特殊的意義 一定會穿波段高點 那再來明年的一月十三號 選總統前一個禮拜 才為這一波的相對一個高點 所以我剛才 還有多少空間你估計 因為這一波就是我們的所謂第五波 他拉多少算多少 拉多少算多少 所以不要預設立場 對就是說看那個整個台積電 還有剛才講的國際股 是不是都穿波段高點 那從這邊開始算 就是我們第五小波 那看他時間 所以拉多少算多少 不要預設立場 但你認為高點可能出現在 一月十三號前一個禮拜 好 那個股呢 個股的話我們看一下 因為要買什麼 這一波漲的話 因為我這一波 我大概只要兩支股票 一個台積電 一個是管達 那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台積電 我們剛才有講這一波整個台幣升值 外資費進來的一千兩百多億 他所買一定是台積電 而且台積電3Q法說會很好 而且還把他的現金鼓勵晚上調高 所以台積電從那個五百零四跟五百 這個九十四的話 箱子這邊五百一十六 那今天我們錄影的時間是五百八十三 那只要台積電過五百九十四 就是還有這個七年的三月三十一號的六零二 那時候大盤點數 所以六百會修復嗎 那時候大盤點數是一七七七零 所以只要我們看到大盤 如果外資在敲台積電 有夠五百九十四 那下一個關卡就六百塊 那大盤就會往上面去夠一七四 四六三 或是挑戰一七七七零 或是大家 現在我們大概很多人都很樂觀 就是有萬八的一個高的 可是我剛才為什麼要幾千的原因 所以台積電這個位置還能買 我本來就買了 所以我現在只有他 你成本比較低 那現在投資人沒有買的呢 沒有買的話 我們這一波行景你把它當作兩波 就說從七月三十一號漲到現在登記 竄新高完以後它會震盪 完以後再拉另外一波 趁震盪的時候就拉就進去 你要的話就那一波拉回的話就買 可是一般來講拉回不會很多 所以拉回不要期待很深 但是拉回買 其實我建議如果說盤中 有相對一個低檔 要的話就進去 這樣的話 你看到明年的十二月底的 大概前一個禮拜 那邊相對有 我來問一下 所以大約在五百八附近可以買嗎 目前來講 因為他現在高點是五百八 上一次是五九四嘛 所以你在這邊期間的話 其實你買他不是要到五百九十四 要到六百塊以上 而且大盤我們希望說 你在年底之前 還是總統選舉的這一波行情 想要五五零呢 等到五五零再買 可能不一定等得到 因為他這邊我們看一下 如果純粹按照現行那一天 那一天調為三三塊三點七的話 有一個跳空缺口 那個跳空缺口 就短線的一個 拉位的這個地方就是支撐 對對對 這個地方就是支撐 那這個地方在哪裡呢 五百五在這個附近 那一天好像是五百四十幾左右 對啦 所以五百五就是一個強力的支撐 對對對 創新舉差對不對 來談一下你對個股的看法 你為什麼在這個位置舉差 我舉差是說我覺得電子股過熱了 那電子股一旦過熱之後 昨天很多漲多的 今天就拉不上去 包含PCB 今天滑通也是 拉上就下來 所以我覺得這邊你真的要去漲 大家比較沒注意的 然後補漲的 舉例我們剛才講資金回流 資金一回流 我覺得金融股它一定是怎麼樣 開始回去看 債券殖利率有沒有跌下來 資金有沒有回來 各位可以看到中信玉山富邦 其實前者我們說前十個月 已經怎麼樣 營收連續什麼 讓大家地下金流的2.69 你看中信金 外資法一直買 那玉山跟富邦 富邦是最會賺錢的 今年已經賺了5.25 所以我覺得金融股在這邊 可能會什麼 成為一個撐盤的要角 你去找還沒創高 比如這已經創高了 那你找玉山跟富邦 還沒創高的 那下面這一塊 就是我們一直提到的 其實我們在兩個禮拜 應該快接近一個月以前 那時候破地的時候跟大家講 這個時候應該要注意 大家有沒有記得 當時創高的是短債 最右邊這個 可是一旦債券殖利率 債券殖利率就是什麼 看短債 債券殖利率往下跌的時候 現在有人在買短債 你雖然殖利率高 可是他就不會創高了 所以現在大家 要嘛買公司債 要嘛買公債 那我看到現在的外資 很多都在來買公債 為什麼 要買長期的20年 因為現在的波動比較大 所以你如果心驚驚的 買公債 如果你心膽子比較大的 那你基本上就什麼 就20年的買下去 那創什麼 如果美元接下來轉弱 殖利率往下跌 那公債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以美國銀行 他們的預估就是 明年的波段的漲幅 會比股市多 所以也就是現在先漲股市 後面會漲債市 我覺得現在等於是股債 悄悄版的一個部分 快要來囉 好 那但到底能不能買AI主權 我想突然最想問的還是AI 那大家非常期待的是NVIDIA的財報 所以我們先來看NVIDIA 禮拜三要公布財報 那麼現在大家都是壓力多 而且還說NVIDIA 要扛起全村的希望 所以到底NVIDIA 有沒有可能成為美股最重要的利多領頭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昨天有談到OpenAI的公鬥劇 那在今天我們要更新 也就是要更新級 到底是什麼呢 昨天不是奧特曼被人家趕低出門了嗎 被人家FIRE掉了嗎 好 後來據說也去慰留他 又叫他回來 但他沒有接受慰留 他去了哪裡呢 微軟延覽奧特曼 結果他去了微軟 他去了微軟之後 登高一呼完蛋了 來 幾乎所有OpenAI的員工都說 我要跟他去 我要離職 除非董事會辭職 否則他們幾百人 全部這個大部隊要跟著奧特曼到微軟去 我們可以看到微軟的股價在昨天創新高 今天為什麼這個台股可以大漲 因為昨天美國有兩檔股票 揮打微軟漲兩趴 雙雙都改寫歷史的一個高點 你看揮打今年已經漲兩百四十五趴 他貢獻標普五百大概十八趴的漲幅 那為什麼這兩檔重要 揮打是美國市值第六大 微軟是僅次於蘋果的第二大 哇 這兩隻大型的股票漲給你拆下去 哇 股市就大漲 那當然今天美股的盤後要見真章 揮打長暴 我告訴你 現在真的不是全村的希望 全世界股民的希望 我告訴你 沒人看不好 來 台北時間明天早上呢 就會公布NVIDIA第三季的財報了 現在大家瘋狂敲碗 現在市場的評估是什麼呢 第三季營收估計是年增一百七十Percent 第四季渴望成長兩百趴 我快速你一下 那麼EPS呢 有機會來到三塊三毛九 比去年同期增加五倍 分機師平均的目標價是六五五點六 比NVIDIA現有的股價還高出三十三趴 也就是說現在是不是還有三十三趴的漲 浮空間呢 那揮打近幾季的EPS表現和市場預估 藍色是市場預估 實際的表現 我們可以注意到 來 我們可以注意到 從去年第四季開始 他的表現都比市場預估來得好 市場預估是藍色 本來估在這裡 哇 財報出來都這裡 估在這裡 財報出來都這裡 特別是來 上一次 估在這裡 財報出來都在這裡 這個股價真的沒有任何一位分析師敢看空 華爾街有五十二位 長期追蹤揮打 你知道嗎 四十九位給他的評級是買買買 是衝買 用力的買 那三位是持有 換句話說 沒有人看空 這很奇怪的一個財報 照道理啊 像以前蘋果人家看好 總是有幾個給你暢緩掉的 這一次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揮打 真的是讓大家有信心 他會很賺錢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他還讓大家去參觀他的總部 對不對 對 這是股價的另類指標 我覺得以前蘋果一樣 蘋果總部開放的時候 媒體去參觀了以後股價都飆新高 那揮打現在變成相同的狀況 在五月份的時候 臺灣的媒體有去這個 他的這個加州 這個聖塔克拉拉的一個總部去參觀 那到了十一月就這一次 是美國的媒體去朝聖黃仁星的科幻基地 那這個總部的話 這個總部是這樣 他都是用這個星際爭霸站裡面太公船來命 他有兩大棟的建築 來來來 副控給看一下畫面 我們放到畫面給觀眾看一下 有沒有像好像進入一個群山 好想去揮打上班 這個山裡面一樣 然後上面的這個 好像在那個星際爭霸站的定義裡面上班 對 但是你可能迷路 因為他的總部一棟建築 有二點一萬坪 面積那麼多 不小心去上個洗手間回來 找不到自己的office 我可以帶我的滑板去 然後再拿個那個手機的GPS 好了 我們來看到 他的總部真的宛如一個太空船 連張忠謀都在意外的跟黃仁勳同框 激勵股價 也就是說有非常多 除了財報 財報是正規矩 現在開始有很多另類指標 比如說公布總部的畫面 比如說跟張忠謀同框 甚至於裴洛西驚喜現身 這些都是另類指標 對啊 但是最大贏家是黃仁勳本人 他經過這一波的上漲以後 他的身價是四百三十五億美元 那臺幣遠遠超過一兆了 那現在他是這個彭博的全球五十大富豪 當中 第二十七位 他已經超過那個Nike的創辦人奈特 或者跟那個我們說避險基金 非常有名的黑石集團的創辦人蘇世民 這個以前都想叮噹的人 但沒想到黃仁勳身價都超越他了 然後我們也看到 我覺得黃仁勳是蠻重感情的 我們之前講過張忠謀在台灣拿到禮物 國頂獎 這個黃仁勳跟他的外國太太 對不對 一起現身 而且沒有通知大家 就直接機場來了以後 就到這個會場 表示他很感謝這個張忠謀的提拔 當時沒有台積電為了揮打 這個小的IC設計公司來代工的話 怎麼會有今天的揮打 那一樣張謀這一支到了這個舊金山 是參加APEC的領袖峰會 圓滿的達成了這個任務 那在當地他舉辦了一個晚宴 這個晚宴的話 黃仁勳也是參加 就表示黃仁勳這個很重感情 只要張忠謀有來 即便在台灣 那更不用講在美國他一定去捧場 但另外一個這個驚喜現身的 就前眾院的院長裴洛西 裴洛西也出現了 而且跟張忠謀來擁抱 他說張忠謀是在這個科技業 偉大的一個巨人 那這些指標都讓揮打的股價 繼續的一個飆漲 但是我們講第二個 微軟 剛剛有談到揮打和微軟 是昨天美股最重要的兩檔指標股 對 那第一時間的話 OpenAI的靈魂人物CEO 布特曼 他被這個掃地出門 然後微軟是OpenAI最大的股東 持有將近五十趴股錢 這個其實他對微軟的股價 或微軟的AI的發展 是一個利空 沒想到這個微軟真的是高人 把危機弄成轉機 反而人家說分析師說 哇 微軟是最大的贏家 他把奧特曼 贏到他們微軟去 微軟的這個CEO 納德拉馬上這個宣布 光頭那一位宣布 來 歡迎奧特曼 還有另外一個布羅克曼 這兩個就是被掃地出門的 來 歡迎加入這個微軟 率領一個先進的AI的一個研究的團隊 哇 這個消息出來 微軟的贏家 微軟你不是發展在AI嗎 這個人是人才 好 正這個機會把它 納入自己的旗下 微軟股一下 一下子就拉了兩趴 就空掉了 因為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去 現在一頭拉股的員工說 我要跟著他去 那現在OpenAI還剩幾個人 沒剩幾隻小貓 其實OpenAI 他幾乎都是研發人員 他大概有七百七十位的員工 現在基南有七百位以上聯合寫信 他說你要不把這個奧特曼給回來 而且你現在的董事會 那些董事要辭職 否則我們也要走 開玩笑 一個公司百分之九十 而且是研發人員要走 這個OpenAI危險 那這一場公鬥劇真的帶精采了 本來是創辦人要被董事會掃地出門 現在很有可能反過來是 董事會要被掃地出門了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股價了 到底AI族群如果像大師說的 看得這麼樂觀的話 AI族群會不會表現 其實我比較保留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一百趴的全面看好 太一致的看好 本身就風險 為什麼我解釋一下 你看好的背後 你股票可能買得很多 不然你會看好 對不對 分析師可能是這樣 因為我現在死賣 大家都坐在轎上 誰才叫 對 所以明天這個非黨的財報 一定要遠遠的擊敗分析師 譬如分析師的預期 譬如分析師的預期 一百億美金 本季的營收財測 你一定要一百五一百六 你要拉開五十趴 所以剛剛蔡總是舉差 對不對 對 我覺得 我告訴你 那當然今天 偉創 廣達 音樂達 就有點期待 大家上架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二三八二廣達 你認為這樣的股票 是這一波漲了一千四百點主流嗎 這裡 跟這裡 人家台積電也跟這裡 另外一個一定衝到這裡 這個是主流嗎 不是 三二三一的偉創 一直到今天 才碰一下 這一道是什麼 季線 季線 大盤已經要曠今年的高 那會不會補漲 對 必須明天 猜測超越市場五十趴以上 因為過去他都超越差不多二三十趴 要打到五十趴 這些股票才能打得雞血才會衝 不買 所以現在要吃重鹹就對了 對 我跟你說 其實今天真正的強勢股市 這一波的強勢股市花哥 雖然一天給你漲一趴兩趴 你看你看K線 那個不一樣 二四五四連發課的K線 他就是一度這樣上線 沒有漲停滿 但漲不停 對 然後這個 但是我們看一下 其實今天很多IC設計也沒漲 所以他到底花哥今天在緩應什麼 緩應智慧手機 明年的複蘇 對 所以身家電子的前薪 這個跟手機有關的 不見得是IC設計 這些股票今天有表現 好 我們都會來聊聊 三線已經領先同業 退出了第一支AI手機S24 但是我們先來問一下開評 開評你剛剛是舉圈對不對 你為什麼這麼樂觀呢 只是我不會去現預設立場 不過因為我在操盤的時候 我們看的時候是看盤面的結構 就是說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近有些股票整理整理 一突破之後就是兩根上去 然後等到你想去追的時候 又有發動其他的 沒有漲到低位階的股票 那我舉個例子 AI對 我剛剛那些顧慮都是對 可是倒過來講 那如果AI真的很好 真的衝出去 那明天要跳高 你是不是又少了一塊 所以你現在第一個 位階比較低了 第二個 你的題材是比較狡猾一點 就是有多元性一點 尤其是比較效應要怎麼比價 我舉個我舉幾個例子 我之前來這邊的時候 我記得我來這邊的時候 我講過海華 我那時候講AIPC 我說華碩集團裡面 不管他將來的AIPC 還是以後的現在的消費型電子PC 他那個全世界最大的PC的網通模組 一定會受惠 你看今天已經創 已經過高了 當時我來這邊講說三十二塊半 現在已經過高了 那同樣是華碩集團 那就是說當然他們是出自於華碩集團 現在已經歸代合作 那華碩今天報紙上說什麼 他有兩家公司都在做AI 他位置這麼低 你的小老弟都已經出過高了 我也在 我在這邊打底 我今天馬上量到 對 有新聞很好的 就表態一下 這叫什麼 低位皆表態 極有股低位皆表態 這個是很強勢的族群叫西光子 你看很好玩 他賺一點九億元 早上一開門沒多久就贏一百塊 一百塊是一種整數一億 因為之前有突破一百整理 現在回到一百 這個創威 這也是有點帶一點活潑 活潑大家懂我的意思 他賺他賺的錢 他想說我EPS 差不多是你的一半 你一百塊我是不是要五十塊 今天真的五十塊 因為他修正的比較多 今天來到五十塊 這也是一種比較 就是強勢族群 這種就是看那個範圍 對 另外這種就是看財報 你看今天我們通常講散熱 我們會講那個什麼 液冷散熱或是雙紅 旗紅 今天漲最強的兩檔不是這樣子 今天漲勵志 你看一定要挑戰前高 在高檔要挑戰前高 他在漲什麼 漲財報的毛利率 那今天他都能夠漲過高 我告訴各位之前 這檔個股來講的話 他除了AI 而且今天有兩檔個股 叫做技嘉 他長得是比華碩海流 這個偽創都還得好對不對 他跟技嘉的技剛 就是那個華人巡在臺灣的時候 清點的AI的那個技剛 又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要跟大家講 這檔個股呢 來 我們來看下面 我們來看下一頁 來 我先跟各位講 三綠三 最近有毛利率 連三季都在上場 你看原三 他第一季0.26 EPS 然後後來變成第二季0.73 這個是單季 然後第三季單季 就賺得快一塊錢 毛利率是不是十六十七十九點六八 快要二十 這就是連續在上漲 那一樣這三檔 其實都是毛利率 都是連三季上漲 可是我們來做個比較 荔枝他做什麼 他做notebook的 也有車用的散熱 notebook的散熱 車用散熱 感覺起來就是沒有AI的那麼的誘人 可是好歹他EPS也不錯 也來到一百六十七 那見準他就做風扇 見準都在藝人那邊 也沒有什麼太大著迫 就是強要風扇 因為現在也不可能 全部都用藝人 所以他風扇還有一段可以存活的時間 股價也要一百 那原山呢 你看他上半年 這個現在就賺兩塊錢了 而且紀紀長 他這個地方股價他四十幾塊錢 他AI跟技剛有關係 跟技家有關係 跟音樂達有關係 而且你看這個最重要 你知道他的車用散熱 他是元老級的 跟漸潤一樣 都是特斯拉 還有像賓士 BNW福斯 中國大陸的比亞迪 北汽廣西大眾 通通都是他的客戶 那你看這個地方 之前也曾經隨著AI 衝到這個地方來 現階段來講的話 你看他現在今天才剛剛開始 站上季線 我認為就是說他有AI 有車用 有雙題材 我認為他還有網上比價的機會 好 剛剛既然談到了AI手機 我們來看新聞 三星要推出全世界第一款AI手機 叫做S24系列 就在一月十七號就要提前發表了 所以到底這款手機會賣得如何呢 不過說到三星呢 在今天傳出的好消息是 外傳三星獲得了四奈米大訂單 而下單的是誰呢 是AMD 那大家就說蘇之鋒怎麼回事啊 我們不是台積電才幫助蘇之鋒 從過去血魚翻身到現在一路走來 都一路相挺嗎 他怎麼可以三星兩億怎麼可以劈腿呢 其實答案是 沒辦法 你台積電的生產線 沒辦法幫人家生產嗎 因為我們生產線大爆滿 要排隊 他只好雙代工模式 也就是實在沒辦法的 他只好下給三星 對 其實這個三星的話 這個AMD下單給三星 其實不用太緊張 因為確實現在台積電 今年當然三奈米只有所謂的這個蘋果 但是明年三奈米排隊很長 你看四奈米的部分 四奈米現在的話有蘋果 有輝達 有高東電話科 AMD Intel 然後像所謂的這個Tesla 過去他都是在三星下單 他現在也要跑到所謂的這個台積電這邊來 那Google以前也是到三星下單 那現在他的TENCO的話 也是要跑到台積電這邊來 所以其實台積電四奈米訂單很多 明年這些都會要上升到三奈米 所以其實三奈米排隊非常長 但是你看三星 三星只有Google 而且Google還要跑到台積電來 還有他自己本身 還有一個叫Gloco Gloco這家公司是一個AI加速器的公司 是個小公司 所以訂單沒有很多 所以AMD雙所謂的代工的模式 有些訂單移到這個三星的話 主要是因為他的這個所謂的排隊排不到 還有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是因為這個AMD 他的操作邏輯的話是這樣 一般我們目前COAS是這樣 是有一個單晶片 單晶片就是 邏輯晶片 CP跟GPU 是一顆單晶片 就五奈米 七奈米 那旁邊那個低論的話 因為他是十二到十八奈米 功能比較差 所以他是堆疊 所以現在就是堆疊八成 但是這個AMD 他號稱他是全面小晶片 小晶片的意思是右邊 他現在單晶片的話 他也變成整個用堆疊的 用堆疊這個東西困難度很高 量力不是很高 所以他如果全部估出一紙 全部給台積電 萬一利率量力低怎麼辦 那就可能不好 所以他為什麼要分開 就是說你們兩個去看看 因為這是最新的東西 看誰先做最好 所以主要是因為這個東西是新的東西 量力還很低 所以他沒有把握就是說誰會做得最好 所以他就分開來 讓你們兩個去做看看 好 但是現在三星企圖性很強 據說他去買了五十台艾斯莫爾的光刻機 對對對 你看二零二年 台積電的EUV光刻機 大概有八十四台左右 那這個所謂的三星有五十一台 他未來五年要買五十一台 等於說他現在總數未來五年要買五十一台 所以他的企圖性非常高 因為一台EUV 一般來講定價大概是五十億新台幣 那五台的話 他五十台他就可能要花兩千五百億的資金 那很大 其實這個光刻機目前比較頂級的 要四億美金是一百一十七億 所以他的金額機會更大 所以他企圖性很大 而且重點是要推這個人工智慧的手機 過去他通常他都是在巴塞隆納 那個MWC展前後 大概二月底三月初去推 他現在一二十七號就推了 緊急他看到華為賣得這麼好 你看這個所謂小米十四賣那麼好 哇 這個所謂的這個Vivo的X100也賣得很好 他們都有AI的功能 趕快我就來做所謂的這個AI功能 所以他這個AI大概原子上就是說 我們如果打電話 一個外國人打電話 他打電話過來那個聲音的話 是中文的 是中文翻譯 立即翻譯 AI立即翻譯 所以他用這種AI來做 但是問題就是說 一般他的晶片分兩種 一個用高通一個用自己XNOS 就是獵戶座 結果大家分數都跑得很高 你看聯發科分數已經跑到 這兩百零四萬分 安兔兔的跑分都很高 可是你可以發現 這個所謂的XNOS 這個獵戶座這個處理器 在S23去年是跑一千七百四十六分 就下面右下角 我們來看 獵戶座就是三星自己的晶片 對 自研晶片 好 我們來看一下獵戶座的晶片 跑出來的跑分 在S23的時候是一千七百四十六分 但到S24 照理說是比較新 應該要進步才對 應該進步嘛 而且明年一月才推的 竟然是一千六百五十六分 得退路 對對 這個跟高通 他們兩千六百分 三千分的水準 那個差距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其實這叫吃金融破碗 也就是說 你明明二月底三月出台出來 你現在就趕快要出來 就看到別人賣得很好 你自己本身的這個品質 也不是很好 你就趕快推出來 所以這個跑分的話 反而是怎樣 比以前更差 這有可能會吃金融破碗 那我們回來看 那麼在這個時候 請阿文塞幫我們來看選股 這時候選股會不會也吃金融破碗 但我看到阿文塞在剛剛我們在問 到底要不要做多少 你是舉圈的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台積電 第一個的話 因為他十月營收創立新高 那我們本來認為十一月的話 可能就不是那麼高 因為他已經達成40% 但現在發現就是說 十一月這個GPU的主板 目前看起來良力提高了 那因為上次訂單是非常多 所以那個順暢度會比較高 所以五奈米的成能利用力 會回升速度比較快 所以我對十一月份的營收 其實我還是看好 那我認為就是說 雖然AMD轉到那邊 但是問題就是說客戶西製彩 他是遙遙領先三星 所以這不用怕 這對他的股價 那你可以發現其他現在的股價的話 就是一個供給的架構 所以我覺得真正壓力可能會比較高的話 是要六百塊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 還是能夠帶動大盤往上拉 那創意的話 一般來講我們說HBM 以前只有五成六成 現在到八成 然後開年十二成 所以這個創意在HBM的全力金的收入會越來越高 這個對他的股價還是有推升力 給力道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社會也比較高 那加登如果說今天三千一買就是五十臺 那五十這個我想 台積電也會買很多 所以這個越買越多的話 他們都需要那個盒子 所以這個的話 應該是社會程度也稍微比較高 那COAS的所謂的這個封裝的部分 因為今年的話大概 他的夜產能只有大概一萬片左右 但是明年可能會到三萬五千片到四萬片 所以這個空間很大 那新穎的話一直在跌 但今天因為這個消息他就比較長 那我覺得股價已經夠低了 所以反而機會很大 那萬論的話 是最近台積電一直給他集單 什麼集單 石墨薄膜機 這用到COAS上面 那現在集單進來 明年二月有一批單進來 這對他耳後的營收是要有幫助 那精采的話主要是要子公司 所以未來封測的部分的話 也會移漲到這邊來 所以我覺得COAS的概念股票的話 跌幅以深 應該還是有一些機會 還是可以做多的 但是我們現在把焦點轉向航運 航海王要注意了就回來 我們趕快來看 在這兩天 重磅消息是 竟然呢 夜門的武裝團體 就是青年運動呢 去劫持了商船 而這個商船呢 他們的說法是 這是以色列商船啊 但是日本說 不是啊 那是我們的日本郵輪啊 連他們的外交部長 也就是他們的外交房長 都出來講話 說不行啊 你趕快把船還給我們吧 這件事情呢 震撼國際 一方面這是戰事 另外一方面這也是經濟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旦在這個地方亂劫持之後 誰敢去鴻海 因為他是要鴻海劫持的嘛 他現在是說 我以為他是以色列船 你以為 那問題是 現在經過鴻海的船隻那麼多 大家都會歡樂啊 哪一天不小心你抓到我 所以鴻海有沒有可能成為靜置海 那一旦鴻海大家不敢走 就要繞道 一旦繞道就有可能 欲駕又要飆漲 對 那這次呢 很顯然的是一個烏龍的劫持 當然十九號的時候 以色列的軍統就證實了 有一艘霍輪在鴻海的時候 被夜門的青年運動 他底下有一個福塞武裝 這個組織裡面把他寫持 我們也看到 他們也做執政機登上那個霍輪 結果這個霍輪呢 他是一個拳儀輪 他掛的是巴拿馬的一個國旗 他的船東是屬於英國集團 那福塞說沒有 你裡面有那個以色人的一個股東 在裡面 以色人有一個叫做億萬富翁 叫做溫格爾 是那個英國船東裡面的股東 這樣就很想 問題是 這是日本的一個日本郵輪公司 他所租用的 在使用的一個輪船 對 那這個輪船在幹嘛 通常那個船呢 可能船東跟掛的國旗 有可能是不同國家 因為他是租船的嘛 對... 也有可能呢 其實是我們自己的船 或者是某些船主的船 他為了行使方便 又去掛誰的船 對 或者是他又去租給誰 或者是他又去跟誰租 很複雜的啦 對 所以裡面的二十五個船員 沒有以色列人 也沒有日本人 但問題是 真的是日本公司在營運 英國集團所有的一個全輪輪 不過胡賽這次還下了一個狠話 這是開始而已喔 以後我只要在洪海 看到你以色列人的船 我全部都給你抓起來 來一隻抓一雙 來兩隻抓一雙 所以現在大家擔心什麼 中東本來我們尾巴戰爭 只是一個局部性的 區域性的 你以色列塞港是你們家的事 這一次整個緊張升級的 會產生斷鏈危機 第一個如果說以後 所有的船都經過洪海 會被抓 有被抓的危險的話 大家不敢走了嘛 第一個不敢走 我就繞道嘛 繞道成本增加嘛 第二個我交貨的時間 一定會延長嘛 所以馬上在市場就反映了 第一個歐洲的瓦斯 我們來看歐洲天然氣 一天漲了6.9% 那因為什麼 天然氣要經過這個海域 所有歐洲百分之百 所有從美國賣過來 通通都經過這個洪海 另外第二個石油 那石油呢 我們看西德州漲了2.3% 那布蘭特漲了2.1%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又遇到了OPEC 他最近要召開會議 減產 繼續減產 對日本經濟也影響很大 因為日本有很多的商品 幾乎都經過洪海 回到亞洲 他說如果繼續的話 長時間對日本的經濟 還是有影響的 不過日本現在已經跟那個 越門的叛軍 已經取得正面的一個交涉 說你傳還給我們 希望這個 蘇地阿拉伯等這些國家來協助 那為什麼洪海到底有多重要 那第一個我們講到歐洲的天然氣 那本來歐洲戰爭之前 歐洲天然氣來自於 出貨都沒問題 那歐洲戰爭以後 他們就買了很多的這個 載瓦斯的船 又設了很多的碼頭 結果全部都是從美國過 洪海進來死了 現在沒有一個大條 所以又是冬天 所以他們非常非常擔心 第二個它也是石油的要到 整個中東有三分之一的石油 每天經過洪海賣出去 有多少 三百八十萬桶 所以只要這邊洪海被封首以後 你石油一天 我們不要說三百八十萬桶 減一半就好了 事情就大條 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都不知道了 全球的網路的海底電纜 有十六條是經過這裡 而且密密麻麻 因為它是有一個狹長型的 一個海峽 所以洪海是狹長型的 那16條的海底電纜 都經過那邊 比如說從香港到馬賽 這個將近兩萬五千公里 從印度到希臘 兩萬五千公里的海底電纜 那有經過幾個國家 經過十幾個國家 那去年六月七號 曾經有一條叫做 歐亞非的一個 一號的一個電纜 斷了以後 有四百 好幾百萬人整個斷訊 那包括伊索皮亞百分之九十 所有的網路通通斷掉 還有索馬利亞百分之八十五 全部受到損害 那這樣影響到誰 影響到美國的谷歌 影響到美國的微軟 影響到亞馬遜 他的雲端服務馬上就打折了 好 好